这道题目是一道短文填空体 我们需要根据文章的上下文 选择适当的单词填入空白处 下面是题目的具体内容 可爱的女儿拿着两个苹果 开开心心地跨进门来 妈妈看到了 想这是一确保除以二检查除以三讨论除以四培养 孩子品德的好机会 于是妈妈微笑着问女儿 宝宝你有两个苹果 可以给妈妈一个吗 如果宝宝选择给我小的苹果 我就给他讲述恐荣让离的故事 教导他尊老爱有的道理 妈妈在心里预防除以二计划除以三想象除以四猜测着 女儿听了妈妈的请求 歪着头看着手里的苹果 似乎感到很为难 突然 他拿起大的苹果一迅速除以二缓慢除以三使劲除以四深深地咬了一口 又同样的 飞快地在小的苹果上也轻轻咬了一小口 看着孩子一眨眼的功夫 把两个苹果都占为己有 妈妈感到既吃惊又伤心 没想到自己的孩子竟然这么一厉害除以二可怜除以三自私除以四着急 他努力地控制着脸上的表情 告诉自己和孩子发脾气是没有用的 这时 女儿把一个他咬过的苹果递了过来 说 给您 妈妈 这个更甜 妈妈听了 一难过除以二后悔 除以三感动除以四悲伤地流下了眼泪 为了完成这道题目 我们需要仔细阅读文章 理解上下文的意思 并根据文章的语境和含义 来选择适当的单词填入空白处 我们可以先通读全文 理解文章的大意和背景 然后针对每个空白处的选项进行分析和比较 最后确定正确答案 并填写在相应的空白处即可 当我们读完这段文章后 可以发现 妈妈看到女儿手里拿着两个苹果后 想要借此机会教育女儿 所以她微笑着问女儿是否可以给她一个苹果 因此 第一题的正确选项是确保 表示妈妈要确保女儿的品德得到培养 为了理解如何选择正确答案 我们可以先仔细阅读这段文章 了解上下文的意思 同时 应该注意文章中的关键词语 如教导 品德等 以便更好的理解文章的意思 从而正确地选择答案 我们还可以在考虑答案时 要根据文章的意思和商项文进行推断 进行合理的判断 接下来第二题 当妈妈想要教育女儿尊老爱幼的道理时 她在心里思考了一番 这表明她考虑了下一步的行动 因此 第二题的正确答案是计划 我们在阅读文章时 注意关键词语和商项文的意思 尝试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 我们还可以通过问题引导进行思考 例如 当妈妈想要教育女儿尊老爱幼的道理时 她需要做哪些事情 她是否需要制定一个计划 来实现她的目标 以此来思考和理解正确答案 同时 可以在考虑答案时 要根据文章的意思和商项文进行推断 进行合理的判断 好的 同学们 第三题的正确答案是迅速 在这段文章中 女儿咬了大苹果之后 很快地咬了小苹果 这表明她采取的是快速的行动方式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答案是迅速 在阅读这个问题时 我们需要在商项文中寻找关键词和提示 例如突然 飞快地等 以了解女儿采取的行动方式 然后 我们可以在选项中寻找与之相符的词汇 最终确定正确答案 同时 我们要注意文章的逻辑和情节的连贯性 理解女儿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机 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选择正确答案 同学们 对于第四题 正确的答案是自私 在这篇文章中 妈妈问女儿是否可以给她一个苹果 女儿选择咬了大的苹果 并尝了一小口小的苹果 这表明她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苹果 而是更关注自己的利益 因此 正确的答案是自私 也就是说 女儿在这个场景中 表现出了自私的行为 当我们解决选择题时 需要仔细阅读文章的上下文 理解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活动 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学生们 第五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动 在这篇文章中 当女儿把药果的苹果递给妈妈 并说这个苹果更甜实 妈妈听后流下了眼泪 这表明 妈妈被女儿的行动感动了 通过女儿的行为 妈妈意识到她的女儿 已经懂得了分享和关心他人的重要性 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让妈妈感到非常感动 希望你们在学习阅读理解时 能够认真阅读文章 理解文章的主旨和情节 注意关键词语和上下文的意思 以便更好地回答相关问题 同时 也希望你们能够学习到正确的阅读方法 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